hello 各位好 这里是车业大餐 我是流浪 今天我们在广州出展现场给大家拍摄 比亚迪的最重要级的新车海狮07EV 那其实比亚迪是目前最热门的一个支出品牌 那这次它是作为一个广东省内的车企 在广州出展上主场作战 那这台车型肯定足够重磅了 那其实这台车型它的设计层面来说 还是我们比较熟悉的OceanX的概念车的设计 和我们的海豹车型是比较相似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造型层面 它并没有特别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地方 毕竟这个家族设计我们已经看了很久了 大家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 它整个设计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地方我重点讲一下 因为它这台车名字的命名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知道比亚迪的海洋网 它是有两条设计路线的 一个就是它的海洋生物序列 像我们之前的海豚 海豹 以及这次的海狮 都是我们这种动物的名称来命名的 它是主打一个纯电的设计路线 然后还有一条路线是它的海洋军舰序列 比如说像之前的驱逐舰05 顾位舰07等等 都是以一个差点混动 也就是DMI这套继逐舰为主的一个混动车型 那我们在这次的一个海狮这个车型上能够看到它的名字 前半部分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海洋生物 那后半部分就有我们军舰序列的这个编号07 而且还专门给我们打了一个EV这个标签在上面 这个地方其实就很值得去琢磨了 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是比亚迪以市场销量为导向的这种设计风格的转变 因为现在比亚迪海洋网车型的销售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这个DMI车型也就是插混车型是走量的一款车型 但是它的设计层面上我们这个OceanX这套设计又是更为亮眼一些的 所以两方面结合起来看它并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这种销量领先 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比亚迪在海报上是做了一个改变 它既有纯件车型又后面推出了一个DMI的车型 所以是把两者融合在了一起了 那再来到这台海狮07EV上呢 其实我们就不能看出它同样也是想走这样的一个路线 所以前半部分用了一个动物的名称 后半部分用了一个编号 甚至还很贴心的给我们出了这些一台EV车型 那肯定后续它还会有一个插混车型登陆市场 那在现场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除了外观给我们公布的以外 包括它的内饰等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封闭式处理的 所以我们没办法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详细的这种车内空间的介绍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这台车它会搭载一些比亚迪车型比较常见的技术 那比如说它会搭载我们之前看到云点C的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 以及说它会提供后驱和四驱两种动力架构 i-tech技术 以及采用前双刹臂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等等 那通过上面的这些配置描述 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 比亚迪在这台车型的设计上也是倾注了很多的诚意的 那这台车它的定位是一个全电中型SUV 它的定价多少大家可以猜测一下 那目前呢 因为比亚迪的海洋网也是有一款中型的SUV在售的 也就是我们主打一个插电混动路线的 护卫舰07这款车型它的起售价呢 其实是达到了20万出头了 所以呢 这台车我估计啊 它的起售价可能会在22万或者23万左右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吗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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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